像當年在國小五、六年級的時候 那他就直接加入了我 那當年呢 在國小五、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這樣加入我們人生 加入我的人生 當年在國小五、三、六年級的那個暑假 那他就這樣加入我們 那當年在國小五、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這樣 那當年在國小五、三、六年級的那個暑假 他就這樣加入我的人生 就陪我上山下海 環遊世界 走遍世界各地 就 相處的還蠻愉快的 那當然 在最近這幾天 那當年 當年在國小五、六年級 那當年在國小五、六年級的時候 那當年在國小五、三、六年級的時候 那他就這樣加入我的人生 那陪著我上山下海啊 他環遊世界 走遍世界各地 那這樣子持續了 12、13年 就到了今年2023年 他在一個晚上就 默默的就 就離開了 我們 那 就 當時還蠻錯愕的 就一個 一個 沒有注意 那他就直接 就回不去了 反正就 好好珍惜你身旁的人事物嘛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好好活在當下 做 每一分每一秒 就珍惜 把它用到極致吧 就 好好活著 好好跟身邊的人事物相處 那 對 這樣比較不會留下遺憾 Yup Yup Rest in peace ホイップ HR T H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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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R